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应该都很多听众一定都会经历过 或者一定家人都会发生过这个问题 我们想讲一下消伤 消伤当然是有不同程度的消伤 可能有时候煮饭什么 袁先生你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处理到消伤的问题 我相信所有家庭都一定有的了 没有什么人 也很多人本身自己都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常遇到的问题 如果懂得好好处理是很有用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伤 我现在有一个遇到的病人 他是有乳癌 但是如果你问回元朗 他是十多年前被水滤汁的 滤汁的乳房 一直都不好 搞到最后变成一个很大旧的 一个肿块烂的滤汁 所以有时候 就是简单的东西 就是表面好像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当时不懂得处理 处理不了 可以变成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当然一般的消伤 都是因为热箱 或者是被电箱 或者是辐射箱 当然是热水 烫箱 有时候的化学东西 那些被化学物品烧伤的 我们皮肤有时候就有少少发炎 第一级的烧伤 有少少红的发炎 到第二级就开始有水泡了 到第三级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烧了 当然最容易的烧伤 都是晒伤 或者有时候我们不小心 会碰到一些很热的东西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 好了 症状方面 第一 第一级是红、热、肿、痛 第二级就加上 就是除了上面的症状 加上它开始有些水泡 还有可能有些浸一些液体 当然第三级最严重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组织程是烧至超级的 当然烧的情况 可以很严重 甚至会死亡的 视乎你的烧的范围 和哪个级数 有时候就算是第一级的烧箱 但是如果它范围大 都很严重 都需要一个要好地处理它 当然第一级的烧箱 很多时候它自己都会慢慢的 会好 但是都可以加一些舒缓的治疗 让它不会那么不舒服 但是如果第二级、第三级的 通常会开始有疙瘩 甚至乎是会受到感染的 到第四级的时候 当然如果是范围大 是会致命的 也都需要一些很特别的处理 甚至是在医院那里去处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要留心的 当然如果你遇到烧箱 是一些化学那些 譬如一些腐蚀性的物质 抢腔水、酸、或者那些 梳打、就是那些 Alkali 这些质蚀性的物质 就是灼伤 当然第一件事 我们要用水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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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当然如果你是电伤那些 那就真的要专业的处理 医院里处理 好 所以 第一次看清楚一点的 看受伤的位置 到底是红呢? 还是有水泡呢? 还是焦了出来呢? 就是断定它的吸数 对不对? 还有如果受伤的部位 那个范围多大? 是否身体的多少? 可能1%是少少的 或者可能很大的范围 然后看看病人是否还有知觉 还有有醒觉 再看看病人现在的感受如何 是否很不安、很痛苦 第一 就是要听病人这样说 如果病人是被滚水六伤的 你想想哪个疗势呢? 就是沉麻 Erdigal Urine 和斑毛 这两个是第一件事 就是被滚水六伤的 当时第一件事 就是说 他说 我不小心曾经撞到爐头 被锅烤了 但很痛很痛 很痛很痛 这个第一件事 又是斑毛 Canteras 西班牙烏鹰 还有一个情况之下 他说 我常常在晒太阳 晒到现在全身都晒到伤晒了 亦都在想 这个疗势就是Canteras 就是斑毛 好了 还有一个疗法 其实我们伤了很久 但经常眼睛都不耗得翻 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疗势就是Costicum Costicum 就是那个 Othlin Othlin Protestium Hydrate 那个Costicum 这个疗势 如果告诉你 我不小心 电了一个电线 电了 电伤的 这个疗势就是 轮 phosphorus 好 那你问一下 就是那时候 就是你观察到 听到他说的 就是你知道 那个疗势是怎样来的 何时开始的 是否痛得很厉害 那种是怎样痛呢 是否热的痛 或刺痛 痛也有一种不同的性质的痛 是 那就是问他有什么 可以令他舒服一些 或者可能令他差 好了 第一线 就是大部分的烫伤 烫伤 我也是想到第一个疗势就是Canteras Canteras Canteras 那个斑毛 Spanish Fries 好了 那如果是给水滤 那你试一试 Canteras 斑毛先 如果一般的 那我就可以用沉麻 Erdica Urans 就是 通常是很快的 即会痛得很厉害 立刻用 30分钟都未够 那你就试试用Erdica Urans OK 或者先用Erdica Urans Erdica Urans 可以先用Erdica Urans Erdica Urans 比较属于第一级 比较多些 痴痴痴痴痴痴 就是轻痴痴痴的那种感觉 好了 如果你发现 它那个疗势是 是化学液体 是弄伤了它的 或者 那疗势是 一些是救患来的 伤了很久 一直都不好 那你就想想Costicum Costicum 就是那个 那个是穴痴痴痴 OK 当然了 如果是因为电伤那些 那些 就轮痴痴 OK 好了 通常用那个疗势 都是每两个小时 用一下它 OK 或者可能每一个小时 用 如果很严重的时候 你每一个小时 通常都是这样 如果是三剂都没有改善 就转疗势 就要想另外一个疗势 有改善 就是继续用 需要时就用 差时就用 这样 好了 在我们的 在临床的经验 发现 其实 很多时候 这些消伤那种疗势 是几分钟 一个小时 就应该有改善 OK 同样的疗势 当然可以预防 和减低 那个疗势 会变得更加严重的疗势 OK 同样的疗势 通常 都是会用 什么呢 加上那个金盏花 Calandula 一般人 消伤的时候 第一件事 会用冰水 冻水 冻水 去敷一敷 作一种止痛 是的 但我的经验 有时候 譬如你在厨房 不小心 用冻水 用冻水 烤到那样东西 原来 很多厨师 他们的经验 就不会用冰水去冻它 因为我觉得 如果冻水冻 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事后更加痛 即当时 冻着它 可能会麻木了 但过了不久 它会有种痛楚 会更加厉害 所以 有时候 我觉得 如果你是遇到这些情况 用同类相置 因为你热身 就拿回热去 尤其是在炉座 不小心热身 你就欠你的受伤的部分 通常是手 某个手指 那些部分 你就 拿近热的炉 那里 你会感觉 热很热的 你会觉得 皮很热很热的 接着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刺痛的感觉 慢慢地 这种刺痛的感觉 就没有了 那这种痛就会没有了 你不妨可以 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如果是这种 皮肚没有破 你会觉得很痛 我发现 如果你用冻水冲 可能水泡很容易溶出 也是发现 都是这样 通常都是 如果真的烂到的时候 立刻用冻水冲 是很容易 就会出水泡 如果你用同类相似 煙热 有机会 你会更快的 这个不是一般教的方法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 和同学尿法 有这种做法 当然除了 用热 都医护它 或者冻掉都可以了 接着 我们就用金棧花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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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金森图 亦比较常有 但是金棧花 现在很多时候都用得到 尤其是在第一级烧箱那些 就可以塗一些金棧花的 gel 如果是有些人 就用金棧花的丁剂 混水 一混三的水 这样就可以用 因为有时候 用一些高茶 有时候可能会难清洗 用水 用水剂丁剂 丁剂通常有些酒精 你混起它 所以 对于一级 二级 其实都很好用 除了之外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的 芦苇 芦苇 gel 芦苇汁 这都是对伤口 是非常之好的 除了之外 通常 那些人 到底伤口 包它 不包它 其实最好 你是 盖住它 但就不需要封住它 因为有些透气 会更加好一点 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都听过 在很严重的 这样的伤口 我就用一个 沙極油 是 沙極油 有时候 我们也看到 也听过 在台湾 有些发生了 风陆常态 烧得很厉害 其实 这种情况 尤其是 去用换皮 植皮 其实有时候 都是困难的 在我们中国 就有一个 用沙極油 用沙極油去查 是一些很严重的 那些伤口 其实原来都是非常之好的 都可以内服 可以外查 是 好啊 这样 刚才听过了 一些烧伤的 其实有时候 都可大可小 我们刚才 袁先生提到 用一个同类伤刺 以处理烈的 可能有时候 都是对的 那些厨师 很少听到 他们说 有烧伤 当然 嚴重的那些问题 经常都有的 他们不可以 停下来 要继续煮的 要继续煮的时候 可能就是 都用了这个办法 令到他们的 烫伤 都很快 尤其一级 是的 很快 立即会不同的 是的 袁先生 可不可以帮我们 再介绍一下 今天那几只疗剂的特性 好了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Canterus 西班牙烏鹰 叫斑茅 这个就是 任何的痛 尤其是很痛的 很严重的痛 任何的烧伤 很痛的那些 尤其是那种烧热的痛 你就想想这个疗剂了 最適合是用一些 所谓我们叫做 第二级的 有水泡出 这个就很好 除了这个之外 最终这是第一线 是第一线 或者 如果你的眼睛 有些化学东西 是直到眼睛 那种感觉 是一种很痛的 一种烧痛的那种 那种感觉 都是用 都是用那个 斑茅 Canterus 第一 第二就是Costicum 柯性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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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给一些 深层的烧烧 有时候是化学东西 化学的溶液 是烂得很厉害的 令到你的伤痕很慢才好 所以任何化学的烧伤 就想这个疗剂就是Costicum OK 有时候的伤痕会打开 搞来搞不好 这样的 这个就是Costicum的正形 好了 接着就是轮型 轮型 通常是电霜 例如电霜 或者走路闪电 真是不幸 那就用轮型的方法来帮他 轮型的人 大家都跟大家说 那些人的性格 都是有一种很开朗 外向 很有同情心 很有同情心 很开心 这些人 轮型的人 喜欢喝冰水 尤其他伤了之后 他说 你给一些冰水 最好有气的冰水 更加喜欢 这个就是轮型的症状 接着 Ertical Urine Staining Natal Staining Natal 是沉麻 沉麻 通常是用在第一级和第二级 一般来说 比如你说曬伤 不是曬得很厉害 那种感觉 有一种轻轻 但恨恨恨恨恨的感觉 那种感觉 那你就会用Ertical Urine 那当然 如果是很痛很痛 曬伤得 哇 起了一波 就快起了一波 那这个就会用Canterus 而且 水录痴的情况 你都会先想一下Ertical Urine 因为水录痴 通常就不会那么容易 即是立刻起了很厉害 看那个Cupso 通常是初步 我们都会用Ertical Urine 好了 但如果你说 到时我急割头都不知道用哪种 第一件事就是Canterus 是吧 西班牙烏鹰 是斑茅 第一件事 这几种疗剂 大家手上有 我相信 家里面 如果有避免这些简单的同学疗法 全套在这里 有避无患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 没有家庭没经历过这件事 很多时候 都要遇到之后 去处理 处理成什么样呢 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效 很安全的方法处理呢 和尿化 是肯定在这方面 对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多些学 还有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成套 有几十只疗剂 有一个CD 会解释 每一个情况之下 可以用哪几只疗剂 到时你即学 或者平时有空 你听一下 到时有需要的时候 一听 可能五分钟十分钟 你已经学得如何处理 是的 其实我们经常 现在说的急性病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去及早的医治 不像刚才 最近遇见过病人 因为少少的陆伤 因为没有处理得好 而变成了一些后遗症 变成了这些严重的慢性病 就更加难处理 和难处理 所以希望大家 都多些留意一下 预备那些物品 在家里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了解那些疗剂 可以和我们的陆创医 健康电话的同事去联络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预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